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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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黄俊凯父母写在他18岁生日之际的信件也惊喜曝光 肖凯忍不住累撒现场 有欢笑 有感动 这个生日可以说是相当圆满了 当然了 歌舞不分家 除了舞姿撩人 串烧歌曲也不少 不仅如此 小凯还在现场首唱成年里主题曲和电影推广曲 随后的加冕仪式上 王俊凯带上皇冠 手持全杖 现场已成蓝色星海 花式比心 我唱你街 粉丝福利也是够够的 爆炸君只想送一句巨星的话共勉 下面我要骄傲地往前走了 王俊凯成人里reo感人 王源上节目却被玩坏了 青春旅社合伙开旅店 王源小哥哥强势加盟 经营A动旅社 说到此次的旅程 圆圆很单纯地表示 我就当时来度假了 可以 这个回答可以说是非常清新脱俗了 But 王源口中的度假 可不是吃吃喝喝玩玩乐乐这么简单 节目组套路深 圆圆的套路更深 前一秒还说着自己没钱 后一秒就从鞋底掏出了私房钱 快拿钱了 快拿钱了 那你还有这种操作 这还不算是最高能的 嗨了一天的圆圆 晚饭时胃口大开 吃到根本停不下来 顺带自黑了一把 那个啥 说好的偶像包袱呢 那你擅长什么不擅长 我擅长啊 我觉得现在我想也没什么擅长的 我的天 如此耿直不作作 爆炸君表示一脸懵圈 音乐也还好 被人家说唱歌唱多好 以前前几年都是假唱 这这这 圆圆你一本正经的大爆料 这样真的好吗 当然了 这些年圆圆不断努力 现在都是靠着自己的实力争唱 全本无数 在这里 爆炸君只想说一句 圆圆你这么会玩 你妈妈造吗 圆圆上综艺欢乐多 迷你东北小贺本也是害羞加无脸 要说五尾熊组合在节目中贡献了恩多心动瞬间 神马爱的亲亲爱的抱抱 恋爱指南还请参考五尾熊 节目结束之后 两人也是瓜友们的重点关注对象 虽说本人不在现场 但是攀帅的歌一响起 星星也是瞬间就激动起来 哎嘛 星星听到爱上未来的你 就一直羞涩微笑 还不停地抓头发 五尾熊组合持续撒糖 上期迈个帅气壁东星星 最后一把抓着星星的手下台 节目组狂求攀帅 你们这是在搞事情的节奏 而攀帅也多次提到星星 当着自家老爸的面 也不忘狂夸星星 五星确实是一个很好的女孩 知道吧 就是正在更认识中 除了节目中互相提到对方 早前攀帅送给星星的项链 你们还记得吧 攀帅特地去买的星艺项链 还亲手给星星戴上 也是把星星感动得不要不要的 无论是日常出街 还是颁奖典礼 都带着项链现身 爆炸金只想说 吴贵熊 你俩的糖甜到掉牙了